联邦公开利率委员会在这一次宣布正式的声明 而且这个声明是Bernanke立刻用召开记者招待会 他过去的方式都是FOMC开完会 然后之后才发表了声明 这个声明里头大家才开始去蛛丝马迹 找出大多数的成员的态度 那么Bernanke会做一些非常谨慎而简短的谈话 可是这次不是 他是把他的政策一清二楚的直接的列出来 而且明白地表示到2014年年终将停止大多数的购债 只要美国经济符合联主会现在的预期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政策一出 他对全球股市所造成的分别影响 对美股的影响反而比对新兴市场的影响 跟商品市场的影响来的少 如以道琼来看 在6月19号当天联主会一开口 Bernanke一开口跌幅1.35% 再来2.34% 在礼拜五的时候小涨了0.28% 总计跌幅3.41% Nexus指数是连续三天跌 跌幅3.62% S&P指数是两天跌 小涨一天 跌幅3.62% 那么来看香港恒生指数 就跌了4%左右 到亚洲股市的跌幅就略为扩大 那么接着来看大陆 大陆因为公布了6月 汇丰中国的制造业的PMI的出值 只有48.3% 创下了9个月的新低 而且是连续 在5月份的时候也是低于50% 我们常常告诉大家 50%就是一个融枯线 那么5月份就已经比所谓的平盘 还要来得更低 6月再更低 所以基本上整体许多人的看法是 中国未来第二季族的经济表现 可能会相当的糟 这使得香港的国企指数跟上升指数的跌幅 都比美国股市来得更大 香港国企指数呢 作为主要的交易的市场 也代表了中国大陆的最主要的大公司 国企指数在本周大跌了5.16% 它的跌幅也比美股来得更大 我们来看对欧洲股市的影响 对欧洲股市也很大 德国的跌幅是高达5.43% 负5.43% 黄金的价格在本周一下子就跌了 百分之五点四二 光是这三天就跌了百分之五点四二 另外一个是许多人认为说 黄金可能太高了 所以就改投资白银 白银本周的投资者可能损失非常大 大跌了百分之七点八八 总共三天跌了百分之七点八八 实际价格也跌了百分之四点八八 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呢 不断的印刷派的结果 很多热情流入了商品市场 所以你刚可以看到 从比如说新市场受到的冲击很大 那么德国受到的冲击很大 商品市场受到的冲击 一个比一个来的大 在纽约原油价格也是跌幅百分之四点八八 布兰特原油期货的价格 跌幅是百分之五点零四 那么整体来讲 你可以看到 布兰特的政策的最终的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做一个总结 美股是有跌幅 但是它跌幅大概都百分之三 到百分之四 百分之三到三点五左右 那么在到了香港 到了上证指数 它很可能跌幅至百分之四 国企指数百分之五 然后德国百分之五 到了商品价格的话 那么像黄金 尤其是白银的价格 或者是其他煤矿的价格 或者是我们刚刚所看到 石油的价格的跌幅 都接近百分之五左右 Bernanke作为美国这一次 可能度过金融海啸 最重要的主导人物 许多人最终的判断 2014年 他已经明白了 在1月31号 要离开他的职位 我们曾经为大家介绍 他到Princeton的演讲 当时他就已经开玩笑说 他写了一封信给Princeton 说你还没工作 让我回来啊 那时候联主会 还很快地就发表声明说 It's just a joke 他只是开玩笑 那么Charlie Rose 访问奥巴马的时候 他明白地表示说 Bernanke已经想要待 这个位置的时间 他已经太长了 所以他自己不想待这个位置 那么联主会 这段时间的表现 对很多人来说 如果相较 为欧洲央行 相较于日本 过去这几年的表现 人们说 没有Bernanke 全世界大概真的会变成大萧条 虽然他当时并没有想到 会有这么严重的 华尔街的大崩盘 他也没有看到 整个当时华尔街 所制造的金融灾难 但是最后 他作为当时 1929年大萧条的专家 几项重要的政策 他稳住了美国 当然他印钞票的过程 也带给很多新型市场 可怕的通膨 也等于是把美国的很多债务 丢到全世界 但美国现在成了 全世界经济复苏 最稳定的国家 而政治体系 也来得最佳的稳定 某个程度 大家对他的评价 给予的都是掌声 年初开始一路飙升的美国股市 在5月22日出现了重大转折 联制会主席伯南克 在国会参众两院的 联合经济委员会听证会上 对于实施将近五年的 量化宽松政策 核实退场 首次松口 如果我们看到继续 增长的增长 而且我们有信心 就是未来几次会议 这句引人瑕疵的话引发脉牙 让敏感的美国股市 在短短数小时内由红翻黑 进而揭开了日本和全球股市 开始剧烈震荡的序幕 经常把政策坦然透明化 挂在嘴边的柏南克 真的像市场人士所说 是一时失言吗 柏南克来自于南卡罗来纳州的乡下 一个中产阶级东欧移民家庭 父亲是药师 母亲是老师 全家都是虔诚的犹太教徒 在求学期间 对待腼腆的柏南克一直是自由生 申请大学的SAT成绩接近满分 在当时的邻里间还造成了不小的轰动 柏南克申请到哈佛 差点去不了 因为父母觉得波士顿找不到犹太教徒 单纯的南方孩子在那里可能会迷失 柏南克在麻省理工学院 取得经济博士学位后 曾先后在史丹佛和普林斯顿任教 他专攻大萧条时代经济 所有研究相关领域的学者 大概没有人敢略过他的著作 柏南克对于1930年到二次大战爆发前 让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的十年历史 很有感觉 也影响了他日后带领联准会的政策走向 2006年 柏南克获得小布希总统提名 接听格林斯班 成为全球最有权势的央行总裁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 掀起惊人的连锁效应 美国陷入百年来紧见的金融危机 道琼工业指数在两个月内暴跌3800多点 信贷市场几乎窒息 经济活动接近停顿 美国已经在大萧条的门外徘徊 为了挽救颓势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央行 纷纷推出量化宽松政策 启动印钞机 由此展开人类史上 前所未有的货币政策实验 多数经济学家至今都认为 QE1确实有效阻止经济陷入衰退 是柏南克的学术背景 让他认为不计一切代价 避免重蹈覆辙 大胆的行动 协助美国度过金融危机 也让他赢得时代杂志的青睐 获选为2009年年度风云人物 信心满满的联准会 从2010年11月再推QE2 可是大量印钞的效果 已经开始递减 直到2011年6月为止 联准会共计买入6000亿美元的公债 但GDP却只有微幅的成长 股市的反应也越来越冷淡 不过柏南克并没有放弃 甚至首次提出财政悬崖的警告 也就是在2012年底 美国减会优税措施将会到期 同时国会也会启动减赤机制 将造成政府财政支出猛然紧缩 2013年美国财政赤字 将会如悬崖般骚然直线下降 尽管博南克避免卷入华府政争 不愿替共和民主两党任何一方背书 然而他对于国会僵局 拖累经济复苏的担忧 异于言表 2012年9月 联准会不顾外界政治指责 在敏感的总统大选前夕 再接再厉推出QE3 每月购买400亿美元的房贷抵押债券 不设期限 无限量买债 而且首次明确地将货币政策 和就业改善挂钩 联准会的决定 再次获得市场的掌声 但弃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阵营警告 货币过度宽松会导致通膨 一旦当选 绝对不会留任博南克 大选过后 联准会在12月乘胜追击 推出QE3加强版 让每个月挹注市场的资金 扩张到850亿美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史提格里兹 对于联准会前后两任主席 违反历史法则 相信市场会自制 任由市场推升资产价格 相当不以为然 Since Bernanke was very much a part of the creation of the crisis there's a sense in which it was surprising that he got reappointed by Obama Obama and everybody else was thankful that we stopped the free fall things could have been much worse had we not done that had we not been more sensitive to the important role the financial markets and sustaining them 史提格里兹对于联准会 在金融海啸后 接管大型银行的做法 也很感冒 We have to realize that we have not really had a robust recovery Our mortgage market is still not working The securitization market on which was the model before the crisis still not restored in the area of mortgage small community banks regional banks still not doing very well we focus the money into the big banks but not into the kind of banks that are critical for SME lending and the Fed I think rightly has been very strongly criticized for lack of transparency ironic since he had been one of the advocates of more transparency and for funding money to indirectly and secretly to the big banks 时间再回到这个星期 波南科技5月22日 将调整量化宽松的想法 透明化后 这个星期 在利率会议后 更明确表示 债券收购措施 可能会从今年下半年起 逐步缩减规模 让共和党惊恐的通膨 没有发生 但非常时期的非常工具 也该到了画下据点的时刻 他已经留意了很多长期 than he wanted or he was supposed to 但我认为他 但如果他想要再拒绝 你会再拒绝他 他曾经成为 一个非常好的伙伴 和白国家 在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更加强力 比例我们的美国伙伴 从美国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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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经济危险 的预测 预测 明年1月 博南克就会功臣胜退 掌舵美国和世界经济8年 博南克的功过 将留给世人论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